各位加油平安 新年快乐 新年又是新的一年了 而我们在这个新年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在恶婆所书四章二十二节有这句话 该脱去你们造从前生活的旧人 就是因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 因在心思念律上改换一息 另外一方面呢 在中国古籍书上 《书经》上面有这句话 旧老巫俗险于伪心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次到了过年呢 我们常常讲除旧更新 而我们常常呢 都是祝福外面的 我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啊 我把自己用的整整节节 漂漂亮漂亮啊 但是我的心呢 可能没有去改变 没有去幻蓝一息 所以呢 像今天的福音一样呢 我们 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让我们去如何的去幻蓝一息 而在里面有一句话 神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我们可以用 中国古籍书 《论语》上面的真子篇 看到有一句话 有若无实若虚 什么 反而不孝等等 这句话呢 他们解释是这样 他是有这个知识的 有知识 但是他谦虚 为自己没有知识 有才能 却是谦虚 自己没有才能 所以我们在真正的神品 需要做到什么 我们真正的神品 是做到什么 我们有的 我们要说 我们没有 我们 那个 有的才能 要说自己没有 我们 有的自己的一个知识 要说自己没有 因为什么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才能 永远都没有 比天主还要大 所以呢 在这个神品来讲呢 他不是说 那个物质上 比如说 金钱啊 等等方面的 是我的心 我是否有真正的好的 借着我的心的贫穷 我去接受的天主 还是呢 我还是一样 就是我很骄傲的 天主给我的旨意 我也不去顺从 或是我不照天主所做的话 在这个新的一年呢 我们是否也要想想看 我们是否让自己的灵魂上 是贫穷的 去接受天主给我们的一切 不管是十字架 还是恶仇 而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一句 温良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 对这个 在礼记的儒行篇上有这句话 温良者 能知本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 温良者 我们是一个 一个温顺的人 我们就是能力 我们就是能者 我们是仁慈的 温良的人就是 对待每一切事情 他都是保持一个很温良的态度 而怕温和的一个态度 而不是什么 大巴脾气或是什么 这一方面也看到呢 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呢 我是否遇到任何事情上 我是否保持这样的态度 温良的一个态度 而去面对天主给我的一切 而去面对别人给我 这个造成的一切 所以我们 是否也有学到 那个 耶稣基督的榜样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福音 我们看到 有这样的 这个讲法 而在 旧约 索弗尼亚先知书呢 也有一样的讲法 类似的 索弗尼亚先知的一个中心思想呢 强调人心的悔改革心 人苦补俗 追求义得 并以 仰善心千知其 归依上主 所以各位教友 如果有空的话 在过年先写 没事做的话 索弗尼亚先知书 拿出来看一下 不要只要刷那个视频 不要只刷那个什么 对 所以 圣经也可以拿来看一下 而在 那个 圣保路中 圖自格林多人 这个书呢 前书 第 第 那个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写到 天主偏偏遭选 世上愚蠢的 懦弱的 被认为卑微的 受人歧视的 这道理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不是出自圣保路 而是什么 而就是出自主耶稣基督的 征服八端 所以 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能有世俗人的观点 世俗人观点 看这个 征服八端 可能 哎呀这个就是这样 啊 这个没有用啊 这个不是现在的强者 有钱就有话 有权就有话 这个没有用 我们要知道 第一个 这个 因为这些呢 不信 这是现实的 而且是短障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被受破坏啊 还是被什么 挨动的 受罵的 这些人 有呈现一个爱的人呢 他 会觉得 这些东西 世俗的东西 都是否及太来 是什么 就是马上 可能过个东西就没了 我上了天堂了 我死了以后 什么也带不走 第二个呢 当人遭遇这些不信的时候呢 他才感到自己的能力不够 需要一个天主的助用 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楚 常常我们在痛苦当中呢 我们才会去寻找天主 而现在不是 现在你就要去练习 这个征服八分 等一个道理 让你怎么更接近的天主 而在最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福音的最后 讲到什么 为义而受破坏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在孟子告子篇上 有这句话 生我所欲也 亦 亦我所欲也 恶者不可得千 舍生而取亦者也 就是什么 这个可以来解释 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生命 还存留着 但是我也可以为了什么 这个有义的事情 就是成为义人 成为殉道者 或是什么 为了天主的一个道理 而去为他殉道 神身而取义者也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一生 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而在这个新的一年呢 身为教友呢 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我们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不管是在台湾的世俗生活方面呢 或是台湾国家的法律呢 我们一再迫害了我们 一再迫害了天主教的道理 我们是否会愿意呢 为了天主而去舍身 不在意我们现在世俗上 留下的任何东西 或愿意在别人前面 承认这个法律是错的 或哪一方面是违反天主的道理 而且甚至愿意在大家大众面前 承认我就是天主的追随者 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追随者 我就是天主教徒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特别祈求圣父妈妈呢 在我们这新的一年呢 可以更好地去效法 耶稣基督的一切 还有祂的榜样